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家户户都愿意掏钱去采买大批年货 商家竟受锦装 新力 中班大小门神 桃福 钟葵 酸泥 虎头极金彩绿花 春期翻盛之类 卫是甚盛 这里的锦装是纸型衣服 桃福是春年 钟葵 酸泥 虎头都是年华 百姓们将这些寓意新年吉祥的物件买回家中 希望来年能够一帆风顺 此外 街市上售卖电话棒 除了摊子 生意更是特别兴隆 当然 在富裕的社会也有穷人 不过 宋朝穷人在过年也不会特别寒碜 朝廷经常会在过年时 向贫民发放就寄金 不少富庶之家 也会在寒冬腊月的时候 阎门千茶苦苦 艰难欲业 以碎金饮或钱会差于门缝 以周其苦 这些富人不仅心存善念 而且还做好事不留名 在半夜的时候 将碎金饮塞入穷人家的门缝中 及时了善行 也顾全了穷人的面子 此外 穷人也有自己的谋生手段 街市有评者 三五人为一对 庄山伟 判官 钟葵 小妹等型 敲锣鸡骨 严门起钱 俗乎为打叶骨 一曲螺之一眼 这种习俗 直到今天在许多地方仍可以看到 那月二十四日 街市场到处都是酵卖鲁色米饰 花果 胶牙型 鸡豆等鸡豆用品的声音 因为这一天 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舒适行动祭造 夜间请僧道看经 被酒果送神 除了祭造 神外 从那月二十四日到除夕夜的这几天时间里 市数不论大小家 聚洒洒门驴 去晨会 敬庭户 大家用扫尘的方式寓意推尘出心 辞就迎新 把一切穷运 晦气统统扫出门去 大年三十在宋朝被称为厨业 家家户户要换门神 挂中葵 丁桃府 贴春牌 祭祀祖宗 运业则备迎神香花公物 以其心碎之恩 干完这些使情后 接下来就是这一天最重要的事情 吃年夜饭 准备许久的好酒烤菜 在此时宣布端上饭桌 一家人吃着团圆饭 其乐融融 吃完年夜饭后 宋朝人是不是该去睡觉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天晚上世术之家 围捕团作 砸蛋不昧 未知守碎 小孩子们则是迫不及待地到外面去燃放烟花爆竹 爆竹鼓吹之声 喧甜彻夜 在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中 宋朝人送走了就睡 迎来了新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 图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就服 宋朝人过年不仅花样多 而且氛围浓厚 无论大人还是小孩 都非常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相比之下 这些习俗虽然很多都保留到了今时今日 但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过年的氛围都是越来越大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遗憾 参考文切 东京梦华路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宋朝人